相信很多看过《严玺攻略》的人 都对里面的复查复核的印象十分的深刻 在这部电视剧中表现十分出色的他 收获了不少的资源 从《严玺攻略》开始 徐凯出演了《烈火军校》和《招摇》等电视剧 几乎每一部剧都是好评如潮 近日 千古绝尘的热播让徐凯的人气再度飙升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除了饰演宫廷剧之外 徐凯的仙侠剧造型也能够如此的出色 不少都被他扮演的白绝神尊圈粉 嫌弃飘飘的造型和不苟言笑的形象 让人心动不已 但其实徐凯除了千古绝尘之外 还有三部电视剧让人十分的期待 每一部的女主都大有来头 首先就是近日热播的甜宠电竞剧 《你微笑时很美》 这是一部讲述电竞少女和中二少年故事的偶像甜宠剧 徐凯扮演的中二少年是一个身价数十一的富二代 因为热爱游戏跟电竞少女童谣走到了一起 童谣的扮演者就是有奶笑之称的承销 因为这部电视剧刚刚开播 所以还没有到砸狗粮的阶段 但是两个欢喜冤家的模样 让很多网友不禁露出了乙母笑 高冷的陆思成和呆萌的承销 就是完美的没头脑和不开心的组合 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很多让人啼笑结非的故事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追这部剧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据说这部电视剧全程撒糖没有虐恋的戏份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高度期待 除了千古绝尘的女主角周冬雨 是超一线的女明星之外 徐凯还有一部新剧合作的女演员 是超一线女星 这部电视剧就是跟杨幂合作的 爱的二八定律 虽然名字看起来比较的中二 但是故事情节却是非常复杂精彩 徐凯扮演的杨华和杨幂扮演的琴师 因为一场意外假结婚 就在两个人打算为拨乱反正 积攒勇气的过程中 突然发现对方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于是在阴差阳错之下 真正地走到了一起 从名义上的夫妻变成了一对真夫妻 这部电视剧虽然还没有杀青 但是已经有不少人已经坐好小板凳 准备吃瓜了 徐凯正在开机拍摄的还有一部新剧 这部剧名《尚时》 美食剧的女主就是跟徐凯 速度合作的魏英洛的扮演者吴锦炎 两个人光是站在一起就CP感满满 虽然是一部宫廷剧 但跟演习攻略不同的是 这次徐凯拿下的是男一号的戏份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基本都是撒糖的情节 千古绝尘正在热播 而且播出还没有多久 徐凯的新剧 《你微笑是很美》 《强势来袭》 目前来看这部剧的剧情 虽然没有千古绝尘的精彩 但是电竞是很多青年观众的最爱 看来《你微笑是很美》的收视绿吻了 《你微笑是很美》 由徐凯和程骁领衔主演 其中的配角 翟肖文 姚池 周亦然 林超 萧凯忠 王一军等艺人 颜值也很高 拍电竞类的电视剧 自然是以帅哥为主了 艺人的颜值真的太迷人了 而千古绝尘还没收官 徐凯同时播出两部剧 千古绝尘和《你微笑是很美》 要做比较了 不知哪部剧更生一筹呢 其实很多人还是更加看好 《你微笑是很美的》 因为千古绝尘中的评论 有点偏向劣势 还有观众吐槽 周冬宇饰演的上古造型 而且四大真神 在一起的画面才是最和谐的 到后面剧情的发展 会带动观众的情绪 开头太好 注定观众对结局的要求更高 而且千古绝尘 讲述的是三生三世的剧情 本来发展都 最后一步的感情 还要重新来过 这不是掉胃口吗 没有耐心的观众 会选择七剧吧 只是千古绝尘 最大的优点是知名艺人多 除了男女主角以外 还有刘学义 李泽峰 张嘉妮等等 徐凯在《千古绝尘》中 饰演的是白绝 一位冷若冰霜的真神 不过他的人设 可不是冷酷无情的人啊 徐凯适合的角色 其实是那种小清新的男生 他可以让人觉得难以亲近 但绝不是像白绝 这样的老腊肉 觉得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而在《你微笑是很美》中 徐凯饰演的陆思成 真的长在了观众的审美上了 他可以拒绝所有的暧昧 唯独败给了 陈霄饰演的 童瑶的十六群下 这是为什么呢 童瑶和陆思成的缘分 也是天定的 童瑶本来各自就矮 他在超市里面藏了一桶水 明明以为会无人发现 没想到被陆思成拿了 最气人的是 陆思成还骂童瑶矮 他这是身高骑士啊 陆思成在学校里面 是所有人的男神 很多人都不敢怼他 不过陆瑶却把陆思成 把他当成外卖员 同时抢了陆瑶临时的事情 挂在了微博上了 这让陆思成情何以堪呢 陆思成和童瑶也是不打不相识 这一来二回 居然培养出了真感情 童瑶可是一位很主动的女生 她既然喜欢陆思成 那么很多事情 都不需要陆思成来做 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童瑶居然把陆思成 当小媳妇了 陆思成还被童瑶的爱包围着 陷入了爱情的两位角色 千万不要忘了比赛呀 只是你微笑是很美 为什么现在才播呢 其实这部剧也是一波三折 去年被指责抄袭 抹黑电竞选手等 然这部剧不得不停止进度 接受调查 不过现在能够顺利播出 说明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只管追剧即可 你微笑是很美 定档于2021年6月23日 这部剧同时在优酷 和腾讯视频首播 女主陈霄似乎比周冬雨还美 而且他们两个的角色中 童瑶主动的人设 最能抓住观众的胃口吧 很多人都在等 你微笑是很美 这次终于梦想成真 徐凯的演技到底怎么样呢 陈霄和徐凯也很有CP感 不过徐凯这通告还跑得完吗 同时出两部热剧 还不得类似徐凯呀 女主承霄也让人特别期待 她虽然不是一位新人 但懵懂的表情让人大爱了 这也许就是18岁女孩的面孔 青涩又甜美 近日由徐凯和周冬雨主演的古装剧 千古绝尘火爆异常 该剧不仅收视高 而且口碑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剧中徐凯饰演的男主白绝 仅是凭借着帅气的古装颜值 和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然而千古绝尘这部剧才刚上线 徐凯又有一部新剧热拍 那就是《迷航昆仑》 《迷航昆仑》这部剧 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爱奇艺出品 您难知道 原著作者天下霸唱和肖阳共同编剧 徐凯和钟楚希等明星领衔主演的探险剧 该剧主要讲述民国时期 年轻海归学者丁云奇 作为可以开启昆仑须宝藏的唯一传承人 一踏进上海 便成为许多方势力关注的焦点 丁云奇以自己的聪明才智 勇斗军阀 花解了一系列的危险和阴谋 在经历了爱情、友情、信任与背叛的考验后 最终深入云海之间的昆仑须 找到了最终的宝藏 并成为了守护昆仑须遗址的领导者 据了解 该剧目前正在热拍中 预计拍摄周期为三个多月 有望在2022年上半年定档 让人无比期待 该剧的男主角丁云奇由徐凯扮演 对于演员徐凯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徐凯在娱乐圈中 可以说是一位颜值与演技齐飞的 90后人气小生了 出道多年呢 他演过不少影视剧 在《严洗攻略》 从前有作《林剑山》 《丽歌行》等热播剧中 都有着相当优秀的表现 徐凯也是凭借着 帅气的古装颜值和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这次在《迷航昆仑》中 担任男一号 饰演丁云奇一角 相信这样的角色 对于徐凯来说也是毫无压力的 非常期待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